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王哲 再來看到以色列跟伊朗的情況 因為現在以色列展開了暴富 在德荷蘭金傳五爆炸巨響 那現在畫面也流出來了 這個是半官方的伊朗媒體的報導 我們可以看到在週六清晨6點的時候 在伊朗的首都德荷蘭 大家看到都是黑夜當中突然 好像有些火光開始冒出來 經傳五個爆炸聲響 那這個地方是在德荷蘭近郊的 卡拉基市傳出的 那這個巨大的聲響原因目前還不知道 但是發電廠是攻擊的目標之一 那以色列的時報就報導說 以色列官方聲明 已經目前正在攻擊伊朗的軍事目標 以回應過去幾個月 伊朗政權對以色列的持續攻擊 這個是根據政治高層指示所做的行動 那政治高層是誰呢 現在也引起大家好奇 會不會是美國呢 還是有更高層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列出了像這樣的時間序 早上7點13分的時候 以色列對伊朗進行空襲 7點43分的時候白宮接獲通知 8點半的時候敘利亞當地 以及南部地區多個軍事設施 也遭到乙軍的空襲 那在9點半的時候 伊朗的傳媒指數 德荷蘭再次傳出四次的爆炸聲音 9點半35分的時候呢 美國國防部的官員稱奧斯丁跟以色列的防長 正在進行通話當中 那以色列打擊伊朗的軍事目標 稱全面動員的攻防能力 以色列軍方呢 今天證實已經對伊朗的軍方的進行精準的空襲攻擊 那現在以色列的國防軍他也表示說 以色列這次防禦跟經濟能力已經是全面動員了 將採取一切的必要措施來保護以色列跟人民 另外根據美國的媒體報導呢 以色列在這波的報復行動當中 不涉及伊朗的核設施或是石油設施 那現在最新的消息是 CNN報導報復行動已經結束了 因為以色列的公共廣播地台說 三波的攻擊已經完成 所以也宣告這次行動已經結束了 那美國呢肯定以色列攻擊是適度 而且具有針對性 但是也沒有釀成更大的傷害 那現在美國開始不是要撇心一些關係了 我們看到伊朗的媒體稱 美伊戰機在伊拉克敘利亞的領空活動 那這樣的情形呢 包括像是在伊拉克、約旦敘利亞領空活動的消息 那美國的中央司令部呢 是說多架的美國空軍F16戰機呢 已經抵達了中東 那對於這樣的情況呢 拜登整晚的幾乎都在追蹤以色列的行動 美國官員警告伊朗不要回首 拜登這邊美方評估說 以色列的行動適度也警告伊朗不要出手再回擊 那以色列的報復伊朗 有沒有通知白宮呢 官員說沒有啦 我們美國沒有參與 這個是匿名的 匿名的美國官員說 以色列對伊朗發動了空襲 事前沒有知會美國啦 所以美國並沒有參與這樣的行動 那對於這樣的情形呢 白宮國安會的發言人就說了 這個以色列鎖定軍事目標空襲 是在行駛自衛權 也是呢在回應伊朗10月1號 對以色列的彈道飛彈攻擊 所以美國他們態度做得明確說 我們沒有介入這樣的情形 但是是不是 生怕捲入以色列跟伊朗的衝突 傳出美國已經向沙國提供了防禦保證 這個是有知情人其實傳出 說美國現在已經向沙布地阿羅伯發出訊息 稱現在已經做好了要幫助保衛沙國 避免受到伊朗或是代理人的攻擊 因為像對美國而言 保護沙國的領空 唯一的好處就是保護石油 以防燒到攻擊 也導致全球的能源價格飆升 那我們知道會不會中東即將大戰呢 現在大家非常關注的點 就是在這個赫姆茲海峽這部分 因為赫姆茲海峽呢 擁有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天然氣 將近20%的全球石油都要通過這個海峽 是國際貿易的重要地位 也就是這個海峽呢 就是中東地區的油庫總閥門的咽喉 那紐約時報現在也報導一系列 四大原因導致全球可能會面臨到毀滅性的災難 所以以色列如果一旦跟伊朗開戰的話 以色列跟伊朗擁有中東地區最強大的兩支軍隊 以色列擁有美國的後援 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可能會讓駐紮在該地區的這樣的美軍 捲入到衝突當中 再來第三個就是瞄準沙國 瞄準沙國或阿聯酋的另遊場 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伊朗控制這個海峽之後呢 如此就可以等於控制了伊朗控制了全世界的石油航道 另外呢 誤判的空間很大 除了軍事的地區之外呢 以色列還針對平民地區發動攻擊 顯示以色列現在可能更願意冒險對伊朗開戰 好 花果然請教賓格 賓格你怎麼看這一場 這個以色列跟伊朗的衝突行星 其實當然以色列就是實行他早就說好了要報復 那當然這個報復是體經思考過的結果 因為美國一直很擔心他會去供他的核設施啊 或是供他的石油 這些設施啊 這些都會造成全世界非常不可測的一個動盪 那所以顯然以色列就限縮了他的攻擊範圍 那據說目前是指攻擊軍事設施 這以色列方面所宣稱的 那因為伊朗到現在還沒有講出他遭受到什麼樣的損害 跟被攻擊的哪一些地方 所以我們還要看 因為有一些報導是說有一些平民地區也遭受攻擊 那當然目前都不確定 所以還是要看最後的結果到底怎麼樣 也要等待伊朗方面的回應 那接下來就是 以色列出完招了 那伊朗要不要出招 那伊朗會出什麼招 那美國當然是警告伊朗 你不可以再打 你再打我可能就要翻臉了 那可是伊朗 就咽下這口氣嗎 恐怕也會避見 很難吞得下去 是 那但是伊朗什麼時候會還手呢 也不一定 為什麼 當然我們都知道上一次他 拖了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在大家都以為他是不是打算就這樣算了 之後他突然之間又回擊了 那當然回擊還是有限度的回擊 所以我是一直認為 雖然以色列有恃無恐 覺得美國說了 就是在我背後撐腰 說我剛剛幹嘛就幹嘛 可是呢 我覺得以色列 真的你說要他跟伊朗全面性的開戰 我個人認為可能性很低 因為畢竟兩國中間不是直接接壤 他還是要跨境去過 那中間被經過的這些國家其實 也都會抗議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我認為以色列要跟 伊朗全面開戰大概可能性很低 可是呢 你這一次又去炸了伊朗之後 那伊朗大概除了他會不會做直接報復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 我認為伊朗對真主黨對哈馬斯這些援助 大概又是會有新一波的援援不絕的 提供給他 那對伊朗來說 我說我沒有辦法直接找你出去 那我就只好找胡塞啊 找真主黨啊 找哈馬斯啊 再對你進行騷擾攻擊 大概這個對伊朗來講是個比較相對可行的辦法 因為伊朗同樣的 他也 對以色列距離遙遠 你說他直接攻打以色列 也不高還是只能用導彈 做這樣的一個揮擊 所以我覺得這兩國的冤仇是結上的 可是 你說現在會不會也變成全面性的戰爭 我認為可能性不高 可是問題是 以色列到底什麼時候打算搜索 也就是 其實真正問題的重點是在於 離難 在於 加薩走廊 以色列還沒有停 他還在繼續搞 那搞了這樣就算了嗎 然後他這次攻擊的另外一個木曜是敘利亞 當然他的理由是說 敘利亞這邊有人對他攻擊 所以我也要回擊 可是問題是 這個是個沒完沒了 以色列如果持續這樣擴散下去的話 美國能承受得了嗎 可是看起來 納塔亞胡就是要再等 在這個美國新的總統選出來之前 我就要玩一波 擴大我所有的戰果 這真的是非常糟糕的狀態 好請教楊老師怎麼看呢 在前一兩個禮拜 以伊朗這邊不斷的放話 就是以色列如果敢擔造成伊朗的重大 就是受損 他講的重大受損當然就是石油設施跟核設施 對 他會回應1000枚 這個彈道飛彈對以色列的攻擊 因為在10月1號的時候 180枚伊朗的飛彈其實是打到了以色列的軍方 的空軍基地 那我覺得以色列其實是感受到威脅 是 那他當時10月1號打的時候 不是只有針對在德黑蘭的時候 哈馬斯的領袖被暗殺 而是那個時候 以色列就開始已經要轉向攻擊真主黨在 黎南地區 里巴特南部的地區 而且開始做一些對貝魯特的轟炸 那 伊朗等於是做一個表態 你要有所節制 可是事實上以色列並沒有節制 那在加薩現在已經死亡到43552人 而在黎南地區 也已經超過將近3000人的死亡 是 這一次你看到他早上兩點半 當地時間早上兩點半 打了四個小時 100架 以色列的F35I的飛機 飛了大概2000公里 如果到德黑蘭的話 打了三波 第一波是針對防空設施 第二波第三波是針對導彈跟無人機的基地 還有他們的生產基地 然後以色列很明確地講 他沒有打任何的石油設施跟核設施 所以我覺得 大概 目前而言相互的飛彈 表演式的這種互打 這波可能會結束 因為在今天早上當地的九點 伊朗的就是 機場又恢復了這個航行 正式這個航行 所以我是看到了 也就是說這一波當然最關鍵是要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大家都知道 可能川普會當選 川普真的是非常支持以色列 但他還是不希望看到有這種戰爭擴大 搞到後來要把美國拖進去的這種危險 是 他因為不喜歡這個戰爭 所以他可能會要求 你 Enough is enough 你已經有自衛了 你當初 哈馬斯打你一天 在去年10月7號 造成1135個人死亡 你花了一年已經 這個報復了 打回去了對不對 是不是 你現在還打到真主黨 這個還打到伊朗去了 你再擴大就要真的變成大戰 對 隔了這麼遠你還要再擴大嗎 以色列大概也知道不會 伊朗會不會 我覺得伊朗現在開始有戰略耐心 第一個伊朗被選出來的新的總統 他其實是要走經濟發展 是 他要這個 讓伊朗整個能夠發展 站起來 第二個是你看到 他加入到了金磚會議 金磚會議的代表的意涵是多重面 而沙特也在這個裡面 然後沙特在上個禮拜跟伊朗就主動提案 是不是這兩個過去是世仇 但後來在中國的協調之下 和解建交 伊朗沙特提案 我們到鴻海去做共同軍事演習 所以沙特也表示在安撫伊朗 然後習近平在金磚的時候 建伊朗的新總統 支持你伊朗的發展 我們是最好的朋友 其實就是要他穩下來 是 那美國的當然在這個背後完全都是始作俑者 他就是在推波助瀾 他根本這個外 拜登就是在全力支持以色列的攻打 因為他知道 伊朗這些國家不敢去全面的打 在他最後下台的之前 支持以色列最後的這種報復行為 是 好 請教建長怎麼看呢 我覺得 以色列可能 不斷的在倒果為因 他在講說 目前就是因為伊朗對他不斷的進行攻擊 所以他要進行反擊 這是不是讓我們忘記了某些事 也就在今年的4月1號 伊朗駐大馬士革的大使館 是被誰攻擊的 不就是你以色列嗎 那接下來才出現了4月14號 324枚的無人機巡弋飛彈以及彈道飛彈反擊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一切的問題都是來自你以色列 結果你以色列好像變成被害人了 說是伊朗在攻擊你 伊朗什麼時候攻擊你 就是你一直在攻擊伊朗 另外在昨天的節目裡頭 我特別拿這個 以色列時報的內容 我們來講說 以色列的國防軍的參謀長表示說 他說以色列有可能決定 結束了這個與真主黨的衝突 他話才剛剛講完 結果就出現什麼 他去以色列開始攻擊敘利亞 以色列開始 以色列開始攻擊敘利亞的時候 我昨天在節目裡頭特別講到 他把戰略軸向開始改變 下一個倒霉的 也就是 伊朗 果然今天伊朗就被攻擊 然後 你以色列會不會太剛好 也就是美國的薩德 的 防空系統才剛剛運到 你就開始膽子大 那其實 薩德他這種系統 的確 是 有比較卓越的地方 因為 他的薩德雷達 也就是在各位觀眾 左下角 的這一個 薩德雷達可以往前看2000公里 然後往前看2000公里 他還可以前向的部署 他也可以後製的部署 後製的部署主要是 導引了薩德飛彈 那前向的部署主要是為了預警 那這個是 在美軍 他的概念裡頭 建構這一種 薩德跟 愛國者的兩層的這種 防空系統 也就是 先由薩德接戰 接下來才由愛國者接戰 這個是 美軍的思維 但是 我們想要這樣子講 也就是 當美國給你 飛彈的時候 你就開始大聲了 可是 我們再想一想 我們這個世界 不是沒有一個 聯合國 那聯合國裡面的 按照聯合國的憲章是什麼 怎麼說的 聯合國憲章的 第二條第四款 也禁止使用武力 的這個相關的條文 第五十一條 更清楚的講到說 如果你是被攻擊的 你應該先到 安理會裡面來處理 可是你有嗎 以色列你有嗎 哪怕是像你這樣子 倒果為一 你有嗎 沒有 你只是去 告訴美國 你告訴美國幹嘛 這個世界真正的核心 應該是聯合國啊 那 所以 美國 你就這樣子縱容以色列這樣子 破壞世界的秩序 破壞現在所有的 國際法的規則 不要怪 金磚國家越來越多 這個 就是你美國造成的後果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繼續討論 歡迎收看新聞大伯 我是羅旺澤 再看到英國的核潛艦的人員 現在被爆出超時 超時執勤還缺糧 結果吃什麼 吃小熊軟糖來止餓 這個是英國 皇家的海軍核子動力艦 為期六個月的巡航 沒想到 在這當中 居然缺糧 導致這個艦艇上的人員 必須要靠著口糧 甚至吃小熊軟糖來止餓 那原因到底怎麼回事 原因是這些補給的計劃 不明而被取消 醫護人員甚至擔心 這些潛艦的士兵 因為飢餓或注意力 等患散的情況 必須要提供口福的 咖啡音片來撐下去 英國現在的財務大神就說 英國現在需要以 冷靜的經濟現實主義 來處理跟 中國大陸的關係 他們說我們確實歡迎 中國的經濟 在其他的領域上面進行投資 這有助於英國帶來 更多的 投資跟就業機會 然後再看到金磚的情況 金磚現在不拒 歐美制裁了 因為現在金磚國家 擁有強大的肌肉 不會因為 金融的 絞鎖而屈服 這個是南非的金磚大臣 所提出來 他說未來的國際上的 局勢 只會更加分裂 因為那些有 最強大 最有資格做 餐桌前的國家 並不想給 其他人 讓出位置 哪怕只是遠比 其他國家 已經出現了 我們再看到 現在美國的蘋果公司的庫克 現在是把它搭起 美中之間的橋樑 這個庫克 現在 會見了中國大陸商務部的 這個部長 他說 稱 泛國家化安全 無助於經貿發展 雙方就蘋果在 華的業務發展 以及中美貿易的關係 進行交流 王文濤就講他說 歡迎蘋果公司 把握機遇 繼續深耕中國市場 跟中方的夥伴 建立穩定 保持穩定的合作 來實現共同的發展 會見之後 庫克也說 他願意做 美中之間的橋樑 這個王文濤就說 中方願意透過 經常性的正氣交流 助力中美經濟 經貿關係回到 健康穩定的發展軌道 庫克就說 他們願意做 溝通的橋樑 來發揮穩定的作用 那庫克 會見了這個 王文濤之後 專家就分析了 這個市場衝擊下 必須要 藉著 來訪華來擴大 蘋果的影響力 法新社就報導 庫克今年二度訪 今年二度訪華 正是因為想尋求 提振蘋果公司的 產品在中國這一關的 海外市場的銷量 另外 華爾街日報也報導說 最近幾個季度 隨著本土 中國大陸的本土品牌 日益受到歡迎 蘋果公司在中國的 智能手機市場 是有下降的情形 分析師也分析了 目前蘋果公司的策略就是 加強在 地區的合作關係 而庫克的中國之情 正是這個政策的一個部分 那現在歐洲是不是眼紅了大陸市場 現在德語的媒體有說 金磚國家 這個峰會 應該給 歐洲 敲響警鐘 怎麼說呢 這個是新蘇理事報 他說 客山的金磚國家峰會 應該給歐洲敲響警鐘 因為 西歐還在活在 安全的泡沫之中 那經濟日報報導 歐盟官員也說 歐盟不應該在 求援兼裁判 老對他國說教 這個是歐盟的 理事會主席 他說 一些歐盟的國家 也在參與這個 高峰會 那是告訴歐盟國家 別再對其他國家說 說教 那像歐盟跟中國同意 就電動車的關稅 替代方案 進行的一些 技術性的談判 那雙方呢 有沒有可能會有進展呢 10月25號的時候 傳出說這個 歐盟跟中國已經同意 盡快就中國的電動車關稅 可以替代方案 進行進一步的技術談判 儘管目前雙方 還有些分歧的情況 那再來看到的就是這個 福特的CEO 他怎麼說 他說 中國汽車的佈局很早 如果再不猛醒 我們沒有任何機會競爭 他說他不太喜歡談論這個競爭 但是他開的是小米 福特的CEO開小米 然後 從上海開往芝加哥 空運了一輛 他現在發現他已經開了六個月 而且他不想放棄它 那在澳洲的部分呢 燃油車市場也是這樣子 那你賣的最好的 SUV 不再是豐田或是福特 而是長城哈福 這是一個中國牌子 好我們來請教一下賓哥 賓哥怎麼看 像英國這樣情形 雖然要吃 小熊軟糖來止餓 這當然是一個很瞎的一個事情 所以怎麼會搞成這樣一個狀況 但是如果你觀察英國海軍最近這幾年的表現 你就知道 他們經常會出各種奇奇怪怪的包 是 對就是 要不然就是基建故障 要不然就是突然之間失去動力 要不然就是 哪個裝備沒有沒有齊備 所以 大英帝國海軍 本來是全世界最強的海軍 曾幾何時已經落到今天這樣一個地步 是 所以我覺得英國恐怕要 好好檢討去處理 那當然 這種事件發生除了 英國自己國力不斷的衰弱之外 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英國的經濟 狀況也不好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很多地方 要做很多事情都坐經見走 是 所以對英國現在這樣一個新內閣來說 他們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要拼經濟 因為過去 大家也都知道過去英國在經濟上表現不佳 已經造成 很多民眾的不滿 所以 你看英國他們這個新的內閣組成之後 他對中國大陸的態度 轉變得非常明顯 甚至包括 本來蔡英文說去歐洲想要去英國 我不知道是不是想去政經學院看他自己的論文 然後結果英國 懷舊一下 英國也暫時婉拒了 結果不讓他去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英國現在 大概不想跟中國大陸採取非常敵對的狀態 還是在試探合作的可能性 那金磚國家當然也吸引越來越多國家 加入 那甚至很多國家也都已經表達了 他想要加入的意願 所以他是持續在壯大中 那我覺得這個 南非的金磚大使講的 他點出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呢 也就是過去這個世界 過去這幾百年世界都是由白人所宰治 就是西方國家所宰治 那西方國家 一路高高在上對全世界下指導性 那一直演變到今天的世界就是美國跟歐盟 這些國家 好像 只有他們 才能夠告訴人類應該往哪裡走 只有他們才能夠決定整個世界的經濟制度 只有他們才能夠決定 全世界的架構 但是金磚國家現在越來越壯大 其實再告訴一件事情 就是 那些過去被 白人看不起的有色人種已經慢慢站起來 他們在世界上影響力也會越來越強 世界不該只由白人決定 人類要往什麼方向 而是應該全體人類共同決定 所以他們會開始逐步的去挑戰 這個過去 及其他們所立下來的很多規矩制度 甚至美國所 制定的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世界的一個輪廓 會開始慢慢發生鬆動改變 當然這是 美國所不想看到 但是美國不想歸不想 美國的實力也經非其筆 其實你看 金磚國家現在 總體GDP已經超過 這個G7已經不止一點 你超過了大概在全世界佔比超過 這些G7 11% 而且這個差距可能會陸續擴大 為什麼因為 金磚國家的成員越來越多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真的認為 美國還有西方的國家都應該好好思考 世界已經改變 你們追不追得上這個改變 好請教楊老師怎麼看 像庫克要搭起美中的橋樑有可能嗎 他是很想要了 但是我覺得他 這個利有未來 那今天這整個這個報導 從英國到庫克到金磚到 就是澳洲以及福特的CEO 開小米汽車 還不願意放棄 這兩個現象 第一個 大家真的都在做準備 準備川普上台之後的 對於世界經濟的動盪 他一定會 我不是說他一定會上台啦 但他上台之後 他一定會造成世界經濟的動盪 因為他是 關稅匣 是 他要交易 而且他話都喊得很高 價碼喊得很高 那我們已經 這個被你騙一次被你欺負一次了 我第二次來被你欺負就是我蠢了嘛 對沒錯 可是呢問題是美國真的他的籌碼 很高 有些人會 那他產生的衝擊就是什麼呢 你就是企業家開始就真的是找到自己的出路 那因此第二個層面就是什麼 你要開始更加理性的西方的企業 要面對到中國以及全球南方金磚國家 他們的經濟實力的發展 以及 他們在製造業的強力的優勢 是 現在的中國人 我看經常有一個那個 就是錢高盛的 這個 執行長 他是耶魯大學的教授 他現在中國跟日本 30年前一樣 就是自己的結構問題造成的 他如果不改革的話 將來會 日本的後塵 腦袋壞掉 我請問你 日本30年前被美國打壓 現在 中國也是被美國打壓 關鍵都是被美國打壓 好了算了 反正美國一定會打壓你這個崛起的強權 但日本被打壓的時候 他就真的趴下去了 他不止因為美國對他駐軍掌控他的政治 經濟 你看看30年前的Sony是什麼公司 全世界知名的科技公司電器公司 現在Sony是什麼公司 娛樂公司 這30年來日本有沒有一個領導全球產業科技產業的 一個大的公司或者是哪個產業是日本主導 沒有 但是現在中國在經過這樣子貿易戰科技在 你看從17年到現在 78年了 電動車現在變成是世界的主導 那個時候電動車還沒有這麼夯了 是不是 太陽能 以及 華為又回來了 你看了沒有 是不是 不管他是不是裡面有用偷偷用這個 台積電的晶片 但是就表示什麼 沙頭的生意有人做的 所以現在你政治人物 想要去把這個大家理性的 國際 的經濟 國際分工的市場去做扭曲 然後要讓你美國這個 拿最大的一塊派 你做不到了 我是覺得其實大家也都都了解 現在反而是中國大陸的經濟跟結合了 東南亞 然後 金磚 那尤其你看印度 莫迪都跟習近平握手 為什麼 他要邊境穩定嗎 這才不是重點 他背叛美國呢 他也不會 不過美國也沒給他們實質的 他要中國大陸的投資製造技術 因為他知道 印度要追尋大陸的 這個發展的道路 發展自己的印度製造 你沒有中國的供應鏈進來 你根本不可能你在這邊組裝完了出口而已 而且搞不好現在大陸不要 made in India 所以為什麼紅海要再跑回 鄭州去再擴大 他的這個iPhone的這些製造 的這個基地 所以也就是說 現在中國也開始跟過去的日本或者是早期的 再後來的台灣南韓一樣 再早期的 美國 他也把他的工業的這些供應鏈擴大 所以 這些國家都知道川普上來了 我們自己要走自己的路了 是好請教建長怎麼看呢 這個英國的彈道飛彈核潛艦 出問題已經不是第一次 那這一次是比較誇張 開始吃小熊軟糖 他是說 他的補給被中斷 那 不但被中斷 然後他在海上的任務騎乘 還延長 那所以 他們原來 有這種 誠實商店 就是大家 自己進去投錢 然後就可以買的 這種福利車的東西 先關掉 然後 關掉 避免大家買來 囤積 接下來 要大家把手邊有的零食 通通拿出來 大家來分配 來上繳就對了 對 大家來分配 免得 互通有無 有人總是沒有那麼有遠見 先買起來 囤積 或者有人不像 小店長那麼愛吃嘛 買了一堆出海 對不對 那但是呢 其實今年1月30號 這個 英國的彈道飛彈核潛艦 這個 先鋒級前衛 他發射 美國 那個 洛克希的馬丁公司做的 三叉戟 潛射彈道飛彈 失敗了 你可以想像嗎 這個明明就是 核三角裡面 非常重要的 因為 潛艦他的隱匿性最高 結果你竟然失敗了 對於潛艦來講很可怕 你發射沒有成功 他會被調回來 正好砸到你 你自己 非常危險的一件事 這件事情有沒有人要提 沒有人要提 英國反正 其實就告訴大家 他的經濟力量 已經不足以支撐 他維持這樣的 一個 核潛艦的一個部署 另外我們講到說有關於庫克 你不要想太多 你現在是因為你的iPhone賣得不好 而且在簡單 所以你才這樣 這樣到中國大陸去 做各個的一個公關 我請問一下 當初華為出事的時候 當然華為是競爭廠商 但是美國在進行這種 科技戰貿易戰的時候 你 你曾經有出來 幫中國大陸講一句話嗎 你有嗎 你沒有 你只是在 手機賣不好的時候 你就出來 接下來來看中東戰局 今天大家看到最新消息 就是 哇 以色列對伊朗開轟了 在一連串 打伊朗軍事目標的 這個對向裡頭 德黑蘭傳出了 整個黑夜裡的爆炸聲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以軍表示 正在對伊朗的軍事目標 做精準打擊 據伊朗官媒報導 出來的消息是說 首都德黑蘭到處都有爆炸聲 想炸的是什麼呢 記得嗎 先前曾經有外媒的報導說 據說 如果伊朗打的只是軍事設施 不是打更重大的民生 等等的設施的話 核武設施的話 他們可能不會反擊 不會報復 這次打什麼 大家在持續的關注 到伊朗當地時間 10月26號凌晨5點多 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 還在繼續 正在對 第二波打擊 是不是有打到 其他的重大的人 設施 伊朗會不會反擊 不知道 但真的開打這件事情 引起了 大家最擔心的事情 會不會暫時再擴大呢 以色列攻擊 被說幕後花絮 其實花絮看起來很輕鬆 但這事情一點都不輕鬆 因為大規模突擊行動 裡面出動了包括 F-35隱形戰機 在內100多架的飛機 還涵蓋了範圍2000公里以內 這樣的範圍 以色列國防軍現在密切監視 伊朗 伊拉克 葉門 敘利亞 還有黎巴嫩 黎巴嫩裡面打到 快廢了 黎巴嫩打了這麼多 還在觀察他們潛在反應 真主黨還有沒有可能再用一些 自己的火力再反擊 以色列可能的報復行動 正在做準備 因為也嚇到美國了 美國也趕快派戰機到中東去防衛 不是防以色列 防伊朗 因為擔心伊朗反擊了 所以美國稱以色列對於伊朗的攻擊是有針對性的 是符合比例原則的自衛的 就是說美國沒有參與行動 但是這是以色列 自己自發先前對於自己保護自己國家的行為 所以沒有譴責 也沒有負面的意見 那麼美國的中央司令部說 有很多架美空軍 F-16戰機抵達中東 用來保護以色列 所以打人的是以色列 美國要去保護了以色列 那為了防範伊朗要繼續射千枚導彈 因為這是先前他們的國家國防單位所宣布的 如果真的要打 那他們也不會客氣 所以有沒有千枚導彈會不會報復 現在還不知道 但是大陸的軍事專家魏東旭說 為什麼前一波伊朗去打 反擊曾經打200發的導彈 產生的一些部分突破他們防空網的效果呢 那是因為伊朗把傳統彈道的彈頭 突然給它升級 是超乎以色列預料的 它在末段的航行的飛速的時候 會突然加速 或者是小幅度的變軌 用了所謂的兵法創造自己的彈道 才會讓以色列增防的系統 來不及增防改變的方向 才會炸到目標 紐約時報說 以色列一旦跟伊朗開戰的話 四大原因就會導致全球毀滅性的災難 因為首先光看到以色列跟伊朗 是中東擁有最強大兩支軍隊的兩個國家 所以以色列很強 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伊朗在武力上也不弱 尤其手上也還有核武 如果兩方打起來會是什麼狀況 伊朗軍隊呢 最大的武裝部隊也還包括了伊斯蘭革命衛隊 至少有58萬名現役軍人 20萬名預備軍人 還有大量無人機啦 能夠低空飛行的啦等等的 這樣的攻擊力道現在真的打了伊朗之後要怎麼收拾 有沒有可能把美國或波斯灣其他國家都捲入其中 戰勢不斷的升級 以色列的氣焰越來越大 它的大以色列計劃會推展到哪裡 有沒有可能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美國很怕 沙烏地阿拉伯會選邊站 所以戰機飛過去 恐怕也是要阻止其他國家插手到這次的衝突 摩根大同執行長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分析什麼國際經濟局勢發展研判已經不重要了 前景不重要了 他更關注什麼 地緣政治的局勢風險非同小可啊 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 他認為多國已經在進行地面戰的情況之下 加上現在中東局勢的變化 第三次世界大戰儼然已經開打 什麼經濟前景都假的啦 一旦經濟被戰爭給摧毀的時候 完全是沒有辦法在可預判的狀態下會發生 那麼傳出很怕會捲入以疫衝突的 這個美國已經跟沙烏地阿拉伯提出共同的防禦的保證 也就是說避免沙烏地阿拉伯也被波及 也當然是要保證他不會出兵去協助伊朗 所以就去跟沙烏地阿拉伯先談了條件 這樣子會有助於伊朗不要動手嗎 因為比較沒有盟友 那麼帥將軍怎麼看 現在打到現在打了伊朗 接下來伊朗必然反擊 還是為了大局有限的來做反應 我想這些假定的事項都太誇張了 什麼第三次世界大戰 根本沒那個事兒 今天講良心話 你看第二個錯誤在哪裡 伊朗是有五十萬部隊 以色列也有幾十萬部隊 但是兩個陸軍會見面嗎 隔個一千旅你去打 沒那可能嘛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伊朗的副總統也早就釋出一個管道 你只要不打我核能設施 不打我核電廠 我不會對你做出很強烈的反擊 這個話已經把善意釋出來了 第二個 今天早上這100架的攻擊 有沒有產生什麼重大目標的傷害 到現在沒有看到 現在還不知道 我請問一下 你這個飛機要 F-35I 以色列的 逆中的飛機 航程 最大航程 一千六百公里 這邊是來回兩千公里 你是不是要帶很多的油箱 而帶不了多少彈藥 而且你回來的時候 還搞不好要在伊拉克或叙利亞 這邊到美國軍地加油後下降 或者你的加油機去接 那麼多一百多架 你怎麼接 所以這些問題 所以伊朗的 它攻擊伊朗的效果不會很強烈 而且聽說 爆炸的聲音都 畫面都很小 這就是什麼 滿足以色列的人民的交代 它攻擊我了 我要回答一次 伊朗也是一樣 也是吹牛 我有一千多個超音速飛彈 你知道超音速飛彈多貴嗎 亞利尼有一千多枚 上一次你攻擊以色列的時候 為什麼不用呢 對不對 前面都審著用 怎麼審呢 用無人機 用火箭炮 這個 這個這個 在這個 黎巴頓那邊 等到你 鐵熊彈要空了 來個一兩發 就代表什麼 超音速飛彈都是上千萬美金的 你以為伊朗那麼有錢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雙方都是給自己人交代 你打我我就還你一拳 所以我報復 世界大戰怎麼打得起來呢 你旁邊那幾個國家能夠牽進去嗎 按照地緣戰略來講 真正能傷害的 如果說黎巴能很強 或者埃及很強 或有可能 因為他們領土邊界是接界的 以前六日中東戰爭 埃及曾經打到過格蘭高地啊 那個時候是那個獨眼龍很厲害 把他打回去了 代理 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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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 代陽 所以問題就是說 平谷一個戰爭 有很多是政治上的一個 一個回應 今天 以色列講 你上次打到我 我要報復 對不對 那伊朗也講 你要報復的話 我會再報復 對不對 但是問題你看能力嘛 以色列對付伊朗 也只能空軍轟炸 要不然就是導彈攻擊 我告訴你 全世界的戰爭 沒有陸軍的完全占領 這個戰爭不會結束的 你頂多多大幾棟房子吧 沒有決定性的效果 你想當年波蘭投降 華沙被轟炸的 上千架次 然後地面裝甲部隊到了他投降 所以這個問題 大家要看戰史嘛 要了解戰爭的本質啊 這個高來高去的 就像我們小時候看 鼠山見霞傳一樣 飛來飛去 不會到滅國的程度啊 他可能會嚇到你 或者你來逼你的殘河 這都有可能 但是亡國不見得 所以根本就引不起 第三次世界大戰 你請問中東這一塊地區 能卷進去多少國家 江是老的辣 帥將軍講的 剛剛有美國媒體這樣報導 美國媒體叫做 這就是一家網路媒體 他報導這個叫 這個媒體的名稱 不好意思廣告那麼多 一直把我手機的佔據 叫做值得 這個媒體報導說 伊朗被打這件事情 其實在前一天呢 以色列已經跟他通知了 我會攻擊哪些位置 以及不攻擊哪些地方 先加以通知 這叫做打招呼的概念 所以就像say how的這樣子 這個值得他引述的是 三位消息來源來指出 一些是來自於美方跟伊朗 等等的情報單位的消息說 那表示這個是很有可能 所以也引不起所謂第三次大戰 而是就是互相交代一下 自己的支持者 那伊朗也要保證說 他不會回擊 怎麼看 周老師 好 這個其實對於 對於賀錦麗來說 等於就是以色列送的一份禮物了 雖然不能說是大禮 但最起碼就是說以色列完成了他的動作 但是也讓世界看到就是說 美國還是能夠有效地劫持以色列 跟過去拜登這個苦口婆心 要拉住以色列 以色列繼續攻擊的情況 其實有很大不同 那其實不只是 像剛才主持人講到事前打了招呼 在這個攻擊行動結束之後呢 以色列的國防部長 也給美國國防部長打了電話 他們很快就做了通報 那這一次的攻擊行動其實很短 大概幾個小時 而且更有趣的是什麼 它是在半夜的時候進行 其實凌晨啦 就等於是天亮之前就結束了 大家都沒有感覺到有這件事情的發生 就已經結束了 然後在三個地方 但是呢 這個具體的傷亡 好像是說有兩個人死亡 不過呢 整體來講其實沒有太多這些傷亡 凌晨的好處是民眾比較不會出門 對 比較好控管傷害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就是等於是以色列做了一件事情 然後但是呢 沒有給就是減少了伊朗在大規模 立即大規模報復的一個理由 也給了美國一個面子 就是說的確美國的這個出手是有 有幫助了 他沒有攻擊核設施 沒有攻擊他的能源設施 沒有攻擊他的石油 那這些其實對於美國來講 等於他就能夠有效的去掌控這個局勢 當然現在大家關心的還是在黎巴嫩的情勢 就是說為什麼會有伊朗跟以色列的相互攻擊 它的源頭是在哈馬斯 但更關鍵的是在黎巴嫩 上一次伊朗攻擊那是因為什麼 那是因為以色列攻擊了伊朗的這個本土 然後接著是什麼 上次是因為暗殺了在伊朗本土 在德黑蘭的這個哈馬斯的領袖 這一次是因為以色列去暗殺了曾祖長的領袖 所以關鍵還是在黎南 現在的情況以色列對於黎南是要持續的推進 他現在說要停火可以 他要能夠隨時的進出這個地方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認為說2006年聯合國1701號決議 那個時候是規定說 這個地方不可以有外國 不可以有非政府的軍隊 也不可以有任何外國提供武器給非政府的軍隊 而所謂非政府的軍隊就是指這個曾祖黨嘛 然後以色列那當時聯合國是派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聯合國的維和部隊 就是要去避免 要去執行 要去避免這個當地的非政府的軍隊取得武器 避免當地非政府的軍隊繼續攻擊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認為說你當時的設置的這些聯合國維和部隊 根本沒有辦法發揮效果 所以他現在的攻擊以及未來 他要能夠自由地進入這個離南 就變成是一個合法而且必要的 那這個如果真的落實下來 當然對黎巴嫩政府的主權 當然是很大的一個限制 然後更大的一個危機是說 那以色列未來跟正主黨這種直接的衝突 可能還會繼續下去 那是不是能夠消滅以色列跟伊朗的之間 未來的一個摩擦 我覺得目前看不到這樣子的一個跡象 福音怎麼看 我可能從另外一個角度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一樣我們從歷史上來看 有一段話是蠻經典的 一連串的錯誤加上意外就會構成悲劇 你不覺得這一句話現在放在中東 好像是這樣子 現在整個中東的情勢是極為混亂 亂成一鍋粥 這個角度那個看法大家都各收各的 那各每一個人都在為自己的生存裡爸 為自己的表演裡爸都在做一些 有利於他自己的事 亂成了一鍋粥 現在整個的環境是到了沒有辦法預估的一個危險的狀態 你說這個是以色列跟伊朗講好的 是不是 是這樣子嗎 是點點我想這個都是我們的意測 媒體的報導 其實來源我也不知道 就是什麼意測 但是呢 它是極為危險 極為嚴重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你沒有發現 面對這樣一個中東的情勢 極為無奈 大家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發現的是一個拉偏價的美國 而且寬散它對整個的世界大吉 是越來越控制不住了 然後呢 歐洲是慢慢的自顧不暇 現在每一個歐洲的大國 內部的政治的內政 都已經搞得每一個人都是岌岌可危 何況這次物額戰爭 把自己也搞得經濟上很大的壓力 那另外一個大國叫中國 它現在顯然是不願意介入 因為不介入對它是最有利的 那俄羅斯呢 現在是深陷困局 影響國際的所謂的武昌 現在就是一個無奈 大家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們再來看看台灣好像也在這個當中 你們覺得現在世界大概是三點半個火藥庫 第一個當然是烏克蘭 第二個當然是中東 第三個台灣不小心 難道不會成為火藥庫嗎 台海南北朝鮮都是嗎 那朝鮮我把它叫半個 因為那個是比較奇特 它比較奇特的地方是 我對你很生氣 然後我打我的嘴巴給你看 這樣子 我對你很生氣 我炸我家自己的鐵刀 然後我對 還是我蓋的呢 我對你很生氣 然後我再灰燼出去換個火炮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千萬也不要掉以輕心 悲劇是一連串的錯誤 加上偶然就會產生 是好吧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在中東 大家擔心有沒有可能被控管住 在俄羅斯俄乌戰事裡頭 北韓士兵去軍援俄羅斯之後 現在發生了什麼狀況 這個發展也越來越戲劇化 發現CNN有個報導說 攔截到了烏克蘭說 國防部的情報總局 攔截到前線的俄羅斯方面的通訊 內容是什麼呢 俄軍人對於北韓這些部隊 能夠拿到槍械彈藥很不滿 就是說來了北韓這些軍隊 來搶武器的拿彈藥的 那他們自己搶走了 那我們怎麼辦 還稱這些北韓士兵 每30個人要配三名俄國的軍官 一個翻譯 你要翻譯才聽得懂啊 那麼讓俄軍在對話裡直嗆 需要從哪裡找那麼多軍官出來 甚至更情緒化的是 稱北韓這些士兵叫做K營 痛罵這些北韓軍人叫做 該死的中國人 那跟中國一點關係也沒有 但他就是情緒的各種的 謾罵已經發生了嗎 北韓派到俄羅斯俄乌前線去 一開始傳出來是精銳部隊 可是什麼現在報導不是這樣嗎 被派到俄羅斯這些北韓軍人 看起來平均15到20歲左右而已 精銳部隊應該是不可能這麼年輕 然後再加上他們的月薪呢 被說達到2000美元 2000美元很多嗎 觀眾朋友 我們看到台幣一筆 大概就是台幣6萬多塊 6萬多塊的薪水 但是這6萬多塊 卻是當地人 北韓當地人收入的23倍 你要去賣命 6萬多塊 那被當地人覺得這樣已經是好工作 因為薪水很高 好 那所以南方的情報單位發現 被派去的反而不是精銳部隊 而是娃娃兵嗎 或者是更年輕的 沒有經過訓練的炮灰嗎 根本沒有辦法活著回家 用這份高薪嗎 不知道 至少現在南韓的報導是如此 所以現在多架36架蘇35戰機 北韓傳出來拿破萬的炮灰 跟俄羅斯交換 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些兵去支援俄羅斯 其實就是為了普京答應北韓 就是說要給他這個戰機 送給他跟他做交換 那這些戰機就有一萬兩千名的士兵 去做交換參與戰事 值不值得這個領導人的看法 跟一般民眾可能是不一樣的 北韓也第一次正面回應了 我們又派兵去這個消息 北韓的外務省副相金正奎說 有注意到近期國際上 很多的報導跟輿論 但是我們不直接干預 國防省的行為 這個事情也沒有必要另外確認 如果存在國際輿論所描述的事情 那也是會符合 國際法律規範的行動 而南韓則是宣布 韓國當局會下個禮拜 派遣代表團到北歐 歐盟 共享有關於北韓派兵員2的情報 子倫斯基說俄羅斯最快 10月27號就會部署北韓軍 到烏克蘭的前線 現在可能還在訓練的階段 還要再搶武器 搶彈藥的階段不知道了 但俄軍現在進展到底如何 這個在風神浦浦之前 烏克蘭打到往北 佔領的俄羅斯區域的部分 現在展示所謂勝利計劃的時候 看到藍色這一區是剩下來唯一 還在烏克蘭控制的區域 其他大概46%的範圍 橘色紅色都被俄軍奪回 但其中有個現象蠻有趣的 就是發現俄羅斯好像都不急 包括要奪回這個區域 因為其實烏克蘭士兵在這裡 已經完全被包夾的情況之下 孤立無援 可是他也不急 打了已經多久了 一個月了吧 他也還是大概這樣的範圍在進攻 包括紅軍城也一樣 紅軍城你看這個距離 目前上次我們談的時候 還距離8、7公里 現在進展6.7公里 一個禮拜 其實也才進展了1公里 那顯然也不急 就直接現在往塞利多維 另外一個城市正在進展當中 他只是把紅軍城用封鎖的 跟南部西部這個地方 用封鎖的部分來處置戰士的推展 紅色區域就是俄軍的推展進度 那到底這個目的是什麼呢 本周船連已經打下4個城鎮 要攻擊烏克蘭的工業能源發射的地點 所以呢 接下來下一步 到底戰爭往前突破 可以到多少 大家觀察俄羅斯不急的原因 不知道是什麼 現在天氣狀況 應該也是不利於戰士 BBC報導 俄軍開始要對塞利多維發動攻擊的時候 這個城市代表意義就重要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城距離紅軍城近 同時它有地雷 既有地雷 也有高層建築 也可以牽制敵人 阻止俄軍從南部轉向紅軍城 烏克蘭就分析了 如果俄軍不奪取塞利多維跟林靜的土地 俄羅斯向西北方向紅軍城推進的風險 會越來越大 也就是說 只要拿下了塞利多維往前進 就快很多沒有攔阻了嗎 將軍怎麼看最新北韓去援助俄羅斯的戰士 這個訊息很混亂 如果說俄羅斯部隊罵北韓軍人搶槍搶彈藥 這就不太容易理解了 難道俄軍沒有槍跟彈藥 或者北韓自己不會大礙 這都是問題 第二個最嚴重的問題 該死的中國人 所以我們常常看 我覺得這句話可能會有 為什麼 高階層的普丁跟習近平可以擁抱 可是沿著邊疆的俄羅斯人跟中國人不見得很友好 不見得很友好 那個以前 分不清楚北韓人還是中國的 第一個是分不清楚嘛 第二個因為貝加爾湖我們曾經 中國還派了一些人去啃墨 遭到那邊的俄國人的排斥 因為你來等於搶我的地嘛幹什麼 所以這個是一個現象 那新聞不清楚 第二個北韓又不是沒有正規軍 幹嘛派娃娃兵去 而且娃娃兵去換三十幾家 輸三十五 那俄羅斯的交易不是虧了大本了嗎 我正有點懷疑 如果說派一個沒有戰力的部隊去換三十幾架 輸三十五是很好的飛機 對不對 所以這些情報都有問題了 根本就是假新聞 對嘛 可是戰機不是免費拿 是可以買而已 你買 是要付錢的 你以為北韓有多少錢 北韓很窮的 第二個 這邊的華劇現象更多了 南韓跳起來罵了 對 南韓很激動 所以很多報導都是南韓的 好 那你要真的有本事的話 南韓派一個部隊也到那邊去 烏克蘭嗎 跟北韓的部隊較量一下 到底是你北韓行還是南韓行 你知道這個東西大國做事 沒有像我們這個新聞那麼紊亂 這個普丁先到朝鮮去拜訪金小胖 簽了俄朝協防規定 戰略夥伴 夥伴裡面還有一個武裝部隊的協防 這就已經超過這個戰略夥伴了 那既然有這個是我的盟國 你烏克蘭打到我俄國本土 所以我就可以邀請這個協防條約裡面的 北韓軍隊去打他 你懂了吧 這個就把這個理上面先說順了 第二個 你要一個一萬多個娃娃兵嗎 我不相信 這個我真的不相信 所以這些事情 再講這個紅軍村 紅軍村是一個堅固據點 就是很難打的 它有三道防線 又有城鎮 又有碉堡 最近半年俄羅斯的打法跟以前不太一樣 剛開始的時候大家就看西文 來幾千輛躺個車充啊 被打到頭 後來就用炮 現在你發現沒有 俄羅斯不在打絞肉機的戰爭 因為俄羅斯也死了五六萬人 在國內也是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所以他現在用的是什麼 用包圍 紅軍村的 他兩邊拓展包圍 包圍等到你要撤退的時候 他用火力牽滅你撤 因為撤退的部隊是沒有什麼掩護的 最脆弱就是這個 所以中國古舍兵法圍城必瘸 聽過這句話嗎 我圍了一個城我要開個口 你走 我何必給你面對面按功呢 我把你困著 沒彈藥 沒糧食 你去退 你退的是用炮兵 用飛機 因為俄羅斯優勢的是空軍 炮兵 這個是用火力殺傷 不要拿兵去犧牲 打法是這樣的 但是我個人總是覺得 金正恩是一個無法預測的領導 他會做什麼事情不知道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如果是金正恩 北韓要支援一萬兩千的部隊 前進到俄羅斯協助俄乌戰爭 這件事情 結果現在很多的報導 包括從南韓來 CNN來都說 結果發現派去的都是娃娃兵 15到20歲 甚至戰力不足 跟俄羅斯的軍隊在搶 物資搶 什麼槍支彈藥等等的 可是現場來賓幾位 好像都一致認為 這好像是假消息嗎 卓老師怎麼看 是不是假消息 還需要更多的證據 不過我現在是看到 像南韓的朝鮮日報 也報導了這個 就是說大概是十幾二十幾歲的人 所以也沒有說全部都十幾歲了 他就說十幾歲 二十幾歲 但比較有趣的是 為什麼南韓最近的事情 反映這麼強烈 因為當然第一個 美國對這件事情反映很強烈 因為這表示 是俄羅斯戰場的升級嘛 包括北約也都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 會升高雙方的這種對峙 會升高整個戰爭的 擴大戰爭的規模 這當然是第一個 所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蘇利文跟日本的 國家安全保障局的局長 秋葉剛員 以及南韓的這個 這個國家安全保障市的市長 這個升級員 他們就在美國有會面 當然就表示說這個情勢 當然很緊張 不過我覺得比較值得我們觀察 就是南韓要採取什麼行動 那你就看他採取行動 就知道為什麼他 他反映這麼激烈 南韓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尹錫越說要提供 烏克蘭攻擊性的武器 他說之前南韓 是沒有提供攻擊性的武器的 可能就是一些 其他的資源性的物資 物資 但現在要提供他攻擊性的武器 因為他認為這兩個國家的 這個就是北韓跟俄羅斯的合作 其實會構成對於整個區域安全的 一個重大的威脅 所以他的重點當然是俄羅斯 對於北韓的軍事援助 還有第二點更有趣 為什麼會出來十幾歲二十幾歲的人 他說因為這一群人 他因為年紀比較輕 他沒有什麼戰力 所以他心理很脆弱 所以這個時候對付他們 最好的辦法是什麼 就是發送傳單 告訴他們說 你們這個是為誰打仗 然後你們在俄羅斯可能吃不飽 然後如果你投降給烏克蘭 就會有很好的待遇 所以現在他們準備了大批的 這種韓文的傳單 因為烏克蘭他要自己做這個傳單 他還要用機器去翻譯 然後可能也翻得不好 但是韓國政府可以提供這個 然後用烏克蘭的無人機 送到北韓的部隊裡頭去 那因為其實過去 南韓就不斷地在向北韓發送這個傳單 用無人機也是造成 南北韓關係緊張一個重要的原因 現在他說等於你有這麼多人在那邊 剛好就是針對他 可以進行心理戰 所以這個大概是 南韓未來會採取兩個方向的程度 相信我們時間有限 你要補充是不是 南韓做的這個是學我們 當年韓戰的時候 我們派了那個震戰軍官 跑到那邊去搞這個傳單 反共議事能夠回來 謝謝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馬上回來 沿著我是夢忍 剩下的